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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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不起来 我真想起来 马上就说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词就是我要给你一场 让整个星辰都黯然无光的约会 那不会那么有 那么 那么那个柔情似水 因为穷美 这叫什么话 必须得干呗 还好 强人 人害怕上呗 我还欣欣呢 这 来 来 来 站起来拍个背影 你觉得自己的沙雕气质 主要是浑然天城还是后天培养的 我杀雕我不杀雕啊 嗯 不杀雕啊 多么高冷 你最想吐槽夜修毒的一个点是什么 强迫症 强迫症 强迫症这个太难说了 因为在剧里面很难表现它事无巨细的强迫症 有些东西只能装看不见 它不能什么都是两份 只能在有些具体状况下是这样 有没有夜修毒做过 但留学艺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 情话 就刚才那些情话 年轻三十就提前拥有带娃体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很幸福啊 很开心啊 我小朋友相处有没有代沟 没有 完全没有 不是快问快答吗 你觉得玉清洛和王子卫完全不像的一个点是什么 我都跟他挺像的呀 我觉得挺像的 感思夸赞说 遇见刘学艺后 所有小说里的男主角都有了脸的评价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 那他们可能是真没见过什么脸 一贯创意 罐罐惊喜 新鲜娱乐 资讯尽在鱼罐头 大家好 我是刘学艺 鱼罐头 一贯创意 罐罐惊喜 一贯创意